真的很感动林逸杰拥抱思路计划倒数八天了 而今天我们记者提早到林逸杰即将写下记录的终点站西安 带大家抢先来看看这思路长征的最后14公里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条思路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西安古城墙 拥抱思路团队两位跑者林逸杰白宾 将在9月16号抵达这次活动的终点西安 西安市古民为长安 在公元前363年前便由西州朝建都因此 到唐朝时它更是古思路贸易的重要起点 这次拥抱思路团队便是由土耳其出发 沿着思路往西安的方向前进 而终点住在这古城墙上 西安古城墙修建于明朝空的园前 墙高约12宽度为18米 整个城墙围着西安市区而建 绕行一圈维持3.75公里 城墙外有护城河是历潮历代的重要军事重地 而西安市政府这次特地安排林逸杰与白宾两个 以绕行城墙一圈的方式来完成思路长跑的最后14公里 在活动的最后一段路程里 林逸杰和白宾将绕的西安古城墙跑完一圈 这意味着像古往今来的思路旅人们资金 也会这次的活动画下完美的据点 以上是中天新闻 叶昌林 顾佳欣 林友诚 我们在西安的采访吧